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啊 说三个事 哪三个事呢 一个是继续聚焦东盟这边的峰会 美日韩啊 拜登往当中一坐 叫两条往边上一坐 往那一趴 就开始在那里又开始针对中国发表一些声明了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事情就是广东省发生了特斯拉Model Y的车祸 这个事情呢 其实也可以来说一说 我一而再而三地告诉各位 我说你要保命的 别买这款车 人家在那个后面 稍微只要打一个响指一弄 就能享受到神的感觉了 灵智隐喻 职业赛车手 人家开那一车都差点挂了 现在都是有很大的后遗症 医院里昏迷了那么久 对吧 你非得去买这个车 很多人啊 中国人这个脑子啊 我个人感觉啊 真的要要好好的要那个稍微要有就意识形态不强 我跟各位讲啊 就是说这个这两天有一个网友他的同学到高中去了 他给我看了一张照片 这孩子啊 华人的学校啊 华人的学校 一群孩子啊 我给大家上这张照片 但是我把面部全部给抹掉啊 你看后面那个是什么标志 这后面是什么标志 对吧 华人的学校你背后是什么标志 这东西很多人都不懂 还有第三个事我要讲的是 这个中国大范围关停这个移民公司 这是一个好事啊 这些移民公司可都不是什么擅长啊 我只是关掉啊 全部给大家给他关停掉啊 好 我们先来看 美日韩峰会共同声明提及北韩及台海问题 美国日本及南海领导人 今天在东亚高峰会场进行三边连续会谈 傍晚商定三方会谈共同声明 三国将更密切合作应对北韩挑战 并重申维护台海和平 海下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韩联社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与南韩总统以西约 今天下午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 东亚高峰会进行会谈 促美日双边会谈开始 连续进行日韩 美韩 美日韩等双边及三方会谈 这也是三国时隔六五年七个月 进行这种接力式会谈 美日韩三方峰会六月 才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场边举行 三国领导人时隔四个月又聚首 主要是为近期更高调的北韩挑衅现状 严商应应方法 也释出对北韩的强烈警告讯号 美日韩共同声明 首先谴责北韩发射导弹的挑衅行为 再次确认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 朝鲜半岛完全非核化约定 警告北韩若执意进行核实验 将面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击 什么国际社会啊 哪些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击啊 那么拜登与岸田也致使以习越提出 会在北韩进行非核化 提供经济等各项志愿的大胆猜想 要求释放被扣留在北韩的南韩国民 并就北韩绑架日本人问题寻求解决 针对强化扩大遏制力的方案 三国领导人指出 为强化各国对北韩导弹威胁的侦查 分析能力 将及时分享相关情报 拜登也强调 美国对南韩及日本的防卫约定 固落金汤 正以包括核武在内的各种防御方式 作为后盾 共同声明也就俄乌战争及台海问题表态 要求即刻恢复乌克兰领土的完整性与主权 对台海立场也不变 再度强调 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这次三方峰会中也酝酿新设 经济安保对话题 将为区域及全世界利益合作 促进及保护三国技术领导能力 共同对抗经济上的压迫 三国领导也在会谈中 即构建更稳定且具弹性的国际供应链 增进基于信任的大数据自由 强化核心与新技术相关合作 对于核心矿物的各种供应链强化等 往后就透过印太经济框架 IPEF密切合作 反正在这个地方就是来大谈 怎么对付中国的 这三个国家 应该是一个国家 两个地区 日本地区跟南朝鲜地区 所以说呢 针对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也不难 把台湾给解决了 日本韩国就不会跟他靠的那么近了 政治上就要掂量掂量 是不是要倒向中国了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好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谈其他的事 Model Y车祸酿死伤 特斯拉称将协助中国警方调查 那么中国媒体报道 广东一辆特斯拉Model Y的驾驶 突然失去对车辆控制 事故造成两人死亡和三人受伤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今天表示 公司将协助中国警方调查事故 《吉木新闻》报道 10月5日 这起事故造成一名机车骑士 和一名高中女生死亡 在上传的影片中 可以看到一辆车高速行驶 撞上其他车辆和一名自行车骑士 特斯拉今天传讯消息告诉路透社 警方目前正在寻求第三方鉴定 单位事故传明真相 我们将主动提供任何必要协助 中国是特斯拉的第二大市场 这则车祸今天早上登上微博勒搜榜 那么这个情况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这是典型的特斯拉的 它的这个奇特的事故 老兵早就跟各位讲了 我说你别去买这个车 这车不安全 问题不好 美国车不咋的 在中国本身 你看这个美国车销量能好吗 而且你要知道 原来这个美国车在美国卖美国车 他们都是会故意动手脚 会让这个车子经常去维修 有一定的故障率的 那么特斯拉这个车子 特斯拉的 你这个中国政府 连波音飞机都不购买了 知道它有那个暗门 都不买它的飞机了 对不对 买空客 买空客 暗门 组装都要在中国来组装 飞空系统都要中国自己来组装 对不对 你这个代码 原代码都要中国自己编程编进去 这个是没问题的 我们这个卫星 都能控制 这么高难度的卫星都能控制 控制下飞机算什么 那同样的道理 你这个汽车 你就是 那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这个我开个特斯拉汽车 它怎么控制我 在乌克兰俄军 那么高强度的这种 电磁屏蔽系统 那星链照样可以在那边连接 那星链能在那个手机上面连接 乌克兰那边提供这个网络 这个它有星链 它都不需要 WiFi 只要你手机有电 你就可以上网 可以被操控 很简单 对不对 你打个QQ 你打个QQ 你都可以远程来操纵 原来老兵 这边要弄一些资料 我都不会 我就让一些网友 用QQ给我远程操控 来怎么搞 这些东西都可以这样搞 那你想想看 你这个汽车有星链在这里连接它 对吧 中国又没有说去屏蔽掉 这个叫什么星链 因为这样的话 不是战时的情况之下 不会去这么操作的 因为你GPS也会使用的 对吧 那它这里面又有这个GPS 这个车子里面 对吧 给你导航又有GPS 它又不是减连接的北斗系统 GPS 这都是美国的卫星在这里操控 你这个车子 它特斯拉的几乎每次事故都这样 突然之间你就是 你能就没办法去操控了 它突然之间就加速 高速冲 而且都是以高速 突然间失控的这种方式 你能在里面做不了任何的事情 去撞上去 林志颖的车祸就是这样子 开得好好的 这样突然之间撞上去 林志颖车祸 我当时已经分析的够透彻了 对吧 连现场线路图都给大家画出来 它这个车子 那在广州也是 在无锡那一队去开车 去玩的 在中国很多地方 它的事故都有一个共同点 它就是一下子加速 突然之间撞上去了 很恐怖的 很恐怖的 你看中国其他的一些电动车 事故 我看那个 那叫什么理想汽车 什么未来 不叫什么未来 对吧 我看它都会有 没有说 每次都是这种 高强度的这种 直接冲上去 它有的时候是 有些就是自然 可能是电池电路故障的一些问题 就自然了 或者有一些 就是说 出现一些操作上的一些问题 但没有说 失控 你失控 还在一个提速 这个我个人认为 怎么每次事故 都是这种大提速 你不是说把人家 就是自然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事故 全都是这种事故 这就说明这个东西很危险的 它有操作系统的 那有些人今天 对吧 他要来当一把神 打一个响指 给你 在镇囊上 给你一点 给你 这样一设置 啪 一上床水 就这样子 你咋这么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呢 中国自己的电动车不好吗 对不对 天天就那么重央美外 非要买这个什么 什么Model Y 什么还Model 3 这些东西 贼危险 我在马上路上开车 我看到这个车 我都躲得远远的 尤其是我最怕 这种车 跟在我屁股后面 我赶紧就 啪啪啪 转向灯一打 马上就过来 你赶紧走吧 我看到这特斯拉车 我都马上躲 躲得远远的 中共 中共它也下达命令 在北戴河那个地方 我今天不是在北戴河那边 它那个领导人的 那个休息区 那些有车队进攻的地方 这个城市 它是不允许你 特斯拉在里面跑的 在成都那边 召开一些什么 什么峰会 领导人什么 中日海什么峰会 都不允许 这个特斯拉在那里开的 那 那他们的情报网络 应该要比你强吧 那他们为什么 要去进这个 特斯拉这个车子 还不是这个 这个车子 他们知道这个车子 啊 你就算不是有 暗门在那里 在那里操纵 这样冲过去的话 那说明这个车子 它就有这个 它有这个危险性 为什么不到这些 领导人这些周围去 就知道 它这个车子的故障 就是会高速冲过来 那高速冲过来 谁在操纵它 高速冲过来 对吧 特斯拉这种项目 我跟各位讲 它就是美国的强奸项目 它就搞到中国来了 就像你 就像美国 在川普那个 特斯拉这个场子 也是在川普时代 应该是落地上海的吧 对吧 它 而且它有那些监控 那些监听 就每一台特斯拉 它都是一个大型的 一个监听监控设备 收集个人数据的 一个设备 它里面全都是 要什么指纹识别 什么能联识别 全都是这些东西 它都是在搞你 你看为什么 如果这个车 没问题的话 为什么军方说 还有一些敏感单位说 不允许买这个车 这个车子不能进 进这个大院 都是这么明的 告诉你 由于是 因为它是一个 等于说是拥抱熊猫派 他妈的搞的 买办 他们搞的这种项目 来他妈坑中国人的 而且还有就是说 跟美国的这种 川普的这种强奸协议 包括什么买你这个什么 什么美国的天然气 夜化天然气 中国有这么几条管道 打过来天然气 还有买美国夜化天然气吗 所以 那政府这样搞过来 就像那个 他妈的神药一样 辉瑞那个神药一样的 对吧 我们不能叫神药 就是那个什么特效药 那玩意儿也是进来的 也是这种 没办法才让他进来的 那让他进来的 你动态清零防住了 你不就没事了吗 对吧 这个药就不会去使用了 进来药是一回事 我不买它 我去防住它不行吗 对吧 然后有些财迷心窍的 他就想让你这个疫情 他妈的大爆发 得重生率高 然后就用这个药 懂了吧 就像特斯拉骑车一样的 你中国消费者 你自动去 你不去买这个车子 你看他 他还能坐腰吧 你非得什么 马斯克 马斯克 抢比特币了 这两天比特币 他妈全崩盘了 我操 多少人他妈倾家荡产 还有他开车 他在装逼 我有多少个比特币 我很厉害的 我身价吃不完 用不完呢 你现在呢 那鼠 那鼠条哥 坐飞机 他妈都逃到阿根廷去了 马斯克 这个鼠就是一个坑子坑货 你还天天 一块乔布斯 买一本书 我要成为史蒂夫乔布斯 我成为马斯克 马斯克 我好崇拜他 你还坑死你 坑的就是你 傻蛋中国人 懂吗 还到现在 到现在这么多信号 都告诉你了 你还在这地方 傻逼呵呵的 人家跟你玩意识形态的 你还天天傻逼呵呵的 那现在再说另外一个事情 很多这些移民公司 这个微信群全部给大家关掉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移民公司 证实微信群大解散 业界现恐慌气氛 随着中国移民公司被整肃 微信群被解散的消息 持续发酵 如今在 有移民公司业者 正式接到指定 要求删除微信朋友圈里 所有的移民相关内容 退出所有的移民大群 也有自媒体能认为 中国移民圈将有大地震 更指北京头部移民公司 结散其他所有微信群组 这些关于移民的话题 在中国成为热门 起初自称位于江苏省的 社媒账号 叫做 at sunny 移民签证永居 护照项目方 时日发表文章称 他连接到公司指令 删除微信朋友圈里 所有和移民相关内容 退出所有移民群组 所有账号又指 已经有同行被请去喝茶 移民行业可能即将面临整顿 不知未来还有 有没有移民公司 帮助大家认了 认个屁他妈的 都他妈坑爹 把中国人搞到国外去干嘛 被欺负的吗 对不对 在那里搞过去干嘛 都坑着 在那边赚一笔他妈中介费 有多少是 有多少今天你移民到海外 被他们给坑爹了 都把你给他们骗了 都搞你了 现在台海马上就要动了 到时候他妈的 直接就把你资产都给你没收了 你他妈就 在国内他妈能上能高高在上 那么到了那边去屁也都不是 然后他妈钱财 都被老美给没收掉 你傻不傻 你傻不傻 说句实在话 真能跑到美国去的 都哪些人 在国内就 人家也不往美国跑 可能往加拿大那些地方跑 那干嘛都国内犯了事 有事情 这个钱来路不明的 你这样子跑过去 对吧 像这种贾跃亭 他妈在国内他妈坑了多少人 跑到美国去待着了 都是这种货 或者像那个什么 吴亚军 龙虎地产 这种国内欠 一个屁股 两个花辣的 他就躲过去了 潘石屹这种 在国内他妈都 都缺德 缺德带帽烟的 他妈的都跑过去了 他们这种人跑出去 或者像风小刚这样的 有很大的税务问题 怕被他妈抓了 他们跑 对不对 等于说你这种移民公司 在帮助这些人 在他妈躲 在他妈的 没干好事呢 跑出去干嘛 天地移民公司 这项目那项目的 那还 中国再怎么样 是自己家里面 跟家里面住的是两回事 你跑到那里面干嘛 到现在还 还拎不清楚 要走 以前你就走了 你在那边 你就说根发芽了 但是过得怎么样 是不是 自己心里很清楚 是那么一回事吗 对吧 永远窝在那华人社区里面 或者就那个 几个活动范围 别的地方不敢去 又没有政治权利 啥也都没有 对不对 人家不给你 人家意识意识地压你的 到现在咋 很多人还想不明白 这个问题 你跟他是敌国 你他妈往敌国 敌国去干嘛 是吧 所以说这种 这些移民公司呢 收费也不便宜 对吧 而且呢 很多都坑你 都他妈坑你 现在他们什么人 都他妈接 以前他妈投资移民 现在他娘的 猫啊狗啊他妈的 也要找这些公司跑出去 更多这些所谓的公司 很多人也是接这种 什么偷渡啊 这种业务 弄个飞机 给你放那 自己想办法吧 就是这个样子 坑了多少年 这种公司都害人公司 都寄生虫 这种公司要干 全球我就没见哪个国家 有那么多移民公司 在中国到处都是移民公司 你移民干啥 对不对 你移民干啥 现在你变卖资产 你又带不出去 他妈的 都有金融管制的 你移民干啥 你跑过去干啥 是不是 现在那个敌华 筹华排外那么严重 干什么 所以中国人真的到现在 2022年啊 到今天 别再重洋媚外了 好不好 非要去买那个什么 特斯拉那个车 model 1 车我看到 我都吓半死 万一他妈的 人家知道 老被来让在这个车里面 他后面告诉给我冲上来 把我一下子给他妈怼死了 是不是 我在外面开车 对吧 我的车都装他妈军用保险杠 对吧 这东西 你就得注意一点 妈的 真的 你像这些 这些什么 这些这些车子 真的太危险了 好吧 我们珍爱生命 看清现实 别那个啥 你中美这么敌对 我说你还要往美国跑 你还要往这些昂萨国家跑 这些移民公司帮人坑你呢 天天在移民这移民那的 你移民的国家过去干嘛 好 就这样